我感到這個國家實在是了不起 這個國家叫捷克 因為這個外界在關心二月份 當選的新任的參議院議長 叫維特齊 未來是不是要代替前任的議長 因為前任議長已經去世了 叫柯加洛來完成訪問臺灣的計畫 維特齊說自由獨立跟民主 是捷克最重要的價值 只要中國繼續威脅 訪問臺灣就更有可能成行 他也無視中國的警告 在臺灣總統520就職典禮前夕 向臺灣致意 這遠方的祝福 那維特齊今天他是國會議長 他今天跟他們的總統 期末會晤 討論什麼 討論中國大使館威脅前任的議長 科加洛不要訪問臺灣的一封信 可見他們很重視 總統跟議長是討論這封信 信中點名捷克的企業將為此付出代價 就是說如果你科加洛去訪問臺灣 那麼捷克比方說是勾搭汽車 就不可以進中國 那這個已經去剛去世的科加洛的遺孫 他的太太甚至指控這一封信就是造成科加洛 猝死的原因爭議到現在還余波蕩漾 其慢這個總統捷克總統是歐盟國家裡面對中國最友善的領袖之一 不過由於中國投資的承諾 遲遲沒有兌現 捷克社會現在對中國的不信任感 正在逐漸升高 你看看那橫的議長竟然對臺灣這麼支持 可是我們今天看到柯文哲市長 侯友宜市長都去參加了 連盧秀燕市長也參加了 但是韓國瑜沒有去 不只韓國瑜沒去 馬英九也沒去 來 我們來看不需要 難得穿上正式服裝 首都市長柯文哲走下車套上西裝外套 出席我臨總統就職大典 最想跟小英說聲加油 我今天到早班的火車來了 今天的活動就是很精簡 然後簡單隆重 總統該講的話重點都提到了 民進黨及鄭文燦黃偉哲 陸續抵達回首進場 而國民黨的燕子漢子都到了 唯獨少了禿子韓國瑜 本來不來的盧秀燕 聽到侯友宜改行程來參加 他立刻跟進 還在會場中充當攝影師 有發現亮點嗎 林家龍臉書貼文 結果幫他拍照的 居然就是盧秀燕 侯友宜原本以市政優先為由 事後改稱黨派放一邊 國家大事必定出席 我們大家要在中華民國最艱困的時刻 上下團結 在總統的帶領 好好的為中華民國做事 侯友宜不止一次喊出要跟中央齊心 520也選擇親自立臨 雙北首長就坐兩隔壁 臺北市長柯文哲同時身兼第三大黨民眾黨黨主席 也特別召開記者會 評論小英談話 點出兩岸路線 強調身為在野黨 會好好監督執政黨領導的未來走向 好 那麼謝金河先生 他今天是這樣講的 他在臉書說 馬英九前總統跟國民黨主席 江啟成雙雙表態拒絕出席 那謝金河說 這對他們是加分還是扣分 很快就會有答案 並且為江啟成的前途感到憂心 謝金河在520前夕以其實政治 可以更柔軟為題 在臉書發文 他說這個衛福部長陳時中 他扭轉了過去政治人物問政火車對撞的 這一個模式 他預言這種政壇現象未來可能是主流 就不要再對撞了啦 謝金河說 政治人物如果懂得給對手說好話 自己的視野會更開闊 不過他說懂得這種政治 這種道理的這個政治人物不多 謝金河說 總統就職典禮是國家的事 而不是政黨的恩怨情仇 他認為馬英九前總統的反應是大扣分 不過馬英九已經是走入歷史的政治人物 影響不大 反倒是剛當選國民黨主席的江啟成 謝金河感嘆 江啟成這麼年輕 卻如此肛猛對撞 他的前途令人憂心 立武兄你怎麼看 我覺得政府要邀請馬英九 卸任的總統副總統去參加 是政府的義務 那他們要不要去也是他的權利 本來這件事情沒有那麼重要 但是這個問題在於說 江啟成跟馬英九都不去的時候 這個會影響到國民 因為我們知道最近國民黨的民調 低於韓國瑜個人的民調 他降到九點二 那這個情況就是說 因為從這個江啟成當選以後 國民黨新的路線一直沒有尋找出來 那當然他來這個當黨主席 是要給國民黨帶來一條新的路線 但是都沒有 那現在他又追尋馬英九 一起做這樣的動作 只會讓他覺得他跟馬英九差不多 可是馬英九就是因為他後面做得太爛 所以他第二屆的支持度非常的差 差一點被小英挑戰 那後面結束的時候更慘 他還去做了很多冒進的動作 也就是說馬英九所謂的冒進 有向前冒進跟向後冒進 馬英九的冒進就是去跟習近平見面 然後說要談這個和平談判 所以他做了很多的冒進的情況 其實那時候很不得人心 而江啟成還願意跟他站在一起 做這樣的動作 讓人家覺得說 那你跟馬英九又沒有什麼兩樣 那我怎麼可以寄託國民黨 當初就是因為馬英九的有問題 大家才對韓國有想像的 結果你現在又回到馬英九的路線 那馬英九還沾沾自喜 還要下指導旗 這個只會讓國民黨更沒有未來 而剛剛前一個討論的時候 我們談到這個國民黨 很簡單就是說國民黨 他雖然反民進黨 他做一個這個競爭的在野黨 可是國民黨跟以前國民黨有不一樣 國民黨以前非常的親美 現在想要跟美國跟中國之間取得平衡 國民黨以前絕對反共 那現在是很多的國民黨的 不管說每個人 很多國民黨現在上位的這些領導人 他是舔共的 舔共的 基本上就是沒有罵過國民黨 最多說我不接受 不是舔就是貴的 為什麼呢 因為明明我們剛剛都講說 這個一國兩制 就等於是這個九二共識的 這種始作俑者 是習近平 可是很少人敢針對這個直接批評 最多只能說 我不能接受這樣而已 你敢罵嗎 然後針對一個中國 以前是要 至少如果我們台灣 其實蠻缺乏一個共有一個政黨 是說我絕對反共 但是我這個是支持民主制度的 但是國民黨 他卻沒有扮演這個角色 他的對中國的 一個中國的 對共產黨的容忍 放棄了原來三民主義的意識形態 反共的意識 反共的傳統 然後對中國的市場 一直強調中國這個市場的期望 我們需要這個經濟發展 那這個情況使得他跟其他的競爭的 新興的在野黨的區隔就沒有了 我們看出來說國民黨其實是亂的步驟 而槍起承的作法 只是延續了國民黨 當初選不出黨跟好龍斌 選不出黨主席的這個亂象 繼續在打這個焦灼戰 反而他還要面對他重新凝聚他的一個價值觀跟領導中心 帶出一條跟跟民進黨可以競爭的路的一個一個一個 可能的這個努力還要繼續加強 臺灣就是臺灣 但是因為避免兩岸的這個衝突 拉高 也避免說這個中共沒有下 臺階下 所以他用了中華民國 講西拜 講西拜 因為去年他那個講說 這個國家被人家批評 其實不可能是這個國家 只是我現在沒辦法 以後我們不要再講這個國家 以後我們講那個國家 要批評 可是我要拉回來 如果你其實還是對馬英九總統講話 就是說為什麼 因為你總是卸任的國家元首 值得跟他講 跟他講那麼多話嗎 還是有必要 為什麼 我們如果會過來看 因為他看了小英七十幾趴 他自己九趴 他可能很硬 他硬得會睡不著 馬英九是一個努力追求歷史定位 但是一事無成 他不曉得這些東西要靠工作努力而來 蔡英文從來沒有講歷史定位 他今天彭博士方 他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最大問題是 他的努力沒有沒有獲得認同 他不知道多少蔡英文 因為我剛才講說用馬英九 因為所有的就職講稿 都是列入國家文獻 二零一二年馬英九總統 就連任就職的時候 他兩岸大家一定會看他的嘛 當年的馬英九 就當他站在那個位置上的時候 他會怎麼去思考事情 他在講九二公司之前 加了六個字 二零一二年他連任 所以他講一中各表九二公司 他加了哪六個字 不統 不獨 不武 國民黨今天丟掉這六個字 為什麼你要把不統一這件事情 要講在前面 就是大家有疑慮 兩千零八年馬英九 講出來的第一句話也是不統 可是你今天所有事情回過來 都在講統 沒有 他是要不統 他已經拿掉了 對 他卸任以後全部都在講統 他現在要只剩統 排除不排除統 然後不獨不武 對 你要知道馬英九要當總統的時候 要選上總統的時候 他第一句話要先講不統 不統大家都聽得懂 你會 你知道 明明知道怎麼樣做是正確的 因為你今天卸任 你已經當完了 你不能選舉 你不選 你就講統 你當統 你就害死國民黨 這個剛剛范老師講的 美國外交雜誌 就是這一個 他在五月十八號 刊登了一篇文章 那文中分析 北京孤立跟威脅的做法 反而讓臺灣民眾相信 獨立可能是唯一合理的下一步 外交政策這篇文章的標題叫做 北京正在堅定的推動 臺灣走向獨立 我們臺灣獨立 怎麼是我們自己要獨立 是讓你逼的 他一開始就說 北京的頭號公敵 蔡英文 五二零將展開第二任期 他在一月份以五十七%的選票 再度當選 擊敗了親北京的對手 而北京的好戰 對香港的前置 以及臺北與華盛頓間 更牢固的關係 都推動了蔡英文的大勝利 然而蔡英文成功的主要動力 還是臺灣人對於身份認同的 更深刻轉變 我為什麼當然給大家看那個民調 就是這個道理 那根據二月份一份調查顯示 八十三%臺灣民眾自認為自己是臺灣人 而不是中國人 去年六月這個數字只有五十六點九 臺灣迅速發展的民族認同感 確定北京感到反感 文章說北京或許要重新考慮 孤立臺灣並且威脅他兩千四百萬居民的可能後果 這種做法已經使數百萬臺灣人相信獨立 可能是他們唯一合理的下一步 為什麼是數百萬 因為不是全部 那麼他說 其實我認為要臺灣獨立的 不只是數百萬 我認為一千萬以上 至今為止北京顯然更想讓臺灣關係 兩岸關係緊繃 而不是解開 文章最後說 中國領導人企圖加強控制 並且摧毀臺灣政府 然而越來越多的臺灣居民 把自己視為臺灣人 有一天臺灣共和國將有可能取代中華民國 為什麼小英剛才說四十九百的臺灣 為什麼四百的中華民國 為什麼一變中華民國臺灣 不過小英今天說 接下來兩岸要發 我們要發展不對稱戰力 我想請教一下子明兄 什麼叫不對稱戰力 蔡總統講的這不對稱戰力 異屬的說我們是以小博大 其實有點像說 小國要散手 異屬有點像說我們這次疫情 我們要先保護好自己 我們才可以去幫助別人 在這種情況下 我先跳通一下 我們先講一下顧立雄先生 國安會秘書長 對 為什麼要講這個就是連結到 所有政治文化 因為傳統認知就是國家安全會議 就是要由國防或情報或外交的人來擔任秘書長 可是真的是這樣子嗎 不是喔 像美國國安會現在國安顧問 歐布萊恩他就是律師 為什麼說一個法律人他就當國安會的秘書長 連結到總統今天他演說所有的布局的一個方向 就是不管是兩岸還是社會安全 還有我們最關切這一塊就是國防安全的部分 裡面的不對稱作戰 你產業要怎麼部署 我們建造一艘潛艦 好 那在不對稱作戰的部分 很簡單講的是我們要怎麼選擇 讓一塊錢的國防資源的投入可以發揮兩塊錢的效果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面對強大的威脅 我們要用有限的資源去發揮最大的防衛效果 因為這個二十五個國家的環太平洋軍事演習 這一次美國沒有邀中國說中國氣炸了 那我們呢 我們有沒有爭取 我們會不會加入 來我們來看VCR 全球最大聯合軍事演習 2020環太平洋軍演8月17號登場 中國繼2018年後連續兩次沒有被邀請 同時間臺灣也積極爭取首度參加環太軍演的機會 在過去到現在都沒有邀請過臺灣的軍方 實質的參與 那今年應該是有相當機會的一年 美臺軍事合作早有潛力 尤其是今年防疫期間 美國空軍太平洋司令部 邀請二十個印太周邊國家視訊會議 臺灣不僅受邀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還直接放在視訊主頁 同樣是美軍主導全球最大規模軍演 專家強調對美臺軍事交流是個突破點 目前邀請國防人員參加美國所主導的 多邊軍事交流的潛力 已經創造出來了 如果我們要參加一開始 也只能是從觀察員 接著是參加它的一些路上的科目 包括海軍陸戰隊 過去就成派小部隊前往美國交流 另外國艦國造的磐石軍艦 可說是少數通過美軍驗證的軍艦 並且傳出多次與美軍海上聯合軍演 或互打登號旗號 尤其在大量傷患後送演訓 過去都有美軍醫療船或者日本直升機航艦擔任 一旦磐石有機會參加 美軍最肯定的就是船上的醫療設施 包括手術房 負壓隔離病房等 都能擔任戰場上大量傷患後送 最重要的中繼站 他是可以擔任人道救援醫療船的工作 那接著可能一些救難 救難方面的單位 台美軍事交流早有慣例 如今美中關係緊繃 國軍爭取觀察員 甚至軍艦前往 觀看環太軍演 能不能再次創造史上第一次邀請台灣 參加締造美臺軍事合作的重要契機 王委員 二十五國環太平洋軍演 我們到底有受邀嗎 現在有清楚嗎 現在有在清楚 現在努力中 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美國正式取消 那是送了邀請函 又把中國取消掉 其實中國那一次是比較丟臉 那這一次是根本就不邀請 那這一次因為 那二零一八年都還有邀請中國 那一年邀請 後來就把他撤回 那二零二零的環太軍演 RIMPAC的話 因為武漢肺炎的關係 規模有縮小 只剩海上 還有陸上的一些活動 基本上環太平洋軍演 他不是一個高張力 高技術的軍演 可是他的合作 政治 軍事外交的意義很大 那在印太地區大概就臺灣跟北韓沒有被邀請過 所以我們一直在爭取中 那今年的機會在這裡 剛才我看街中講的是有道理 就是說在前一兩年有一些事情 比方說在關島 曾經是由美國主辦的多國的軍演 臺灣的軍人第一次著軍服配關接去參與 還看了美國跟日本的另外一個軍演 所以有前例的 那一次的暖身 是不是為了這次做準備 我不曉得 第二個 在不久前因為防疫 所以由美國的太平洋空軍司令部 辦了一個15國的有關防疫視訊會議 臺灣軍方被正式列為盟友 在裡面參加這個開會 所以這兩個基礎下 八月份臺灣如果被邀請做觀察員和醫療船 只要能夠正式參加 我覺得今年是有機會 但是還在爭取中 第二個 剛才講所謂的不對稱戰力 事實上是我們的臺灣兩千三百六十萬人 我們不可能去跟中共比 稱霸太平洋 也不可能跟他玩稱霸宇宙 我們要做的就是保護我們的家 我們只是在保護我們的家的時候 我們很多做法 在戰略空間 資源運用會不一樣 比方說我們的F16V 我們現在採購了新的F16V 加上舊的升級起來 大概兩百多架 那如果配上美方提供給我們的新型的 不管是AIM-9X的短距離的AM飛彈 就空對空飛彈 或者是AIM-120的中程飛彈 那中共的全空軍就是一千三百多架 當然我們不是一顆飛彈對一架這樣來算 但當你一個飛彈的價值 跟一台米格基的價值 或者殲-C的價值來比 價格 飛彈也不便宜 但相較於戰鬥機 比較小 我一顆飛彈要對你一顆飛機 當然會合 還叫會合 還叫不對稱 那第二個 我用這樣子的戰力去防護我們 也是戰力的不對稱 所以不對稱有很多意義 那蔡總統這一次講的說 發展不對稱戰力 事實上我們已經累積一段時間了 這要回復剛才指責講的 馬政府到底對國防有沒有傷害 我負責任的講 你去效陳水扁總統的任內 國防採購的預算比他低 是不道德的 因為那時候是馬英九當黨主席 在立法院足足擋了六十七次還是六十八次 不讓他買武器 六千多億 所以蔡總統除了講這個 我們要發揮不對稱戰力以外 他還講的一個很重要的 講的叫做後備戰力 他就有人討論這 後備戰力其實是我們的友軍 不管哪一個國家 跟臺灣在討論我們國防戰力 一直在研究就是 馬政府在他任內 把我們的徵兵變成四個月 結果是蔡英文政府要收 改成四個月 很多人說要恢復徵兵制 恢復徵兵制不是不能考慮 但是當恢復徵兵制的時候 有時候在民主國家有他的難度 因為這樣子把經費都用在人事費用上 所以後備戰力的品質又下降 所以蔡英文總統這一次特別提到說 要調高後備戰力的值跟量 其實相當程度是回應 不管是印太司令部 或者我們的友軍的要求 這個是有文有對提的國防回答 OK 好 剛剛這個子雲兄講到的認知證 我猜就是這個 這台北市在這裡 台北市在這裡 這應該是跑到逃跑去的 有大陸官方背景的 《漸傳知識雜誌》 在微博上發布了一段 長達十一分鐘的影片 模擬並且解析 二零二零年台海打擊作戰推演 說描述某一天的早上四點鐘 最對臺灣實施八十分鐘的海空打擊 在壓制二十四小時以後 由登陸部隊入侵臺北 順勢完成解放臺灣 統一祖國的全部過程 一段時間要解放臺灣 沒有啦 它當作臺灣塑膠 我覺得這個這個這種看多了啦 這種戰狼 戰狼式的這種影片看多了 這就是認知作戰 我可以這樣說啦 這套軟體做那個 Command Modern Air and Naval Operation 現代海空戰指揮啦 這套軟體七十塊錢 其實是一套不錯的模擬軟體 那這次建團知識 他們做這個 很明顯是一個錯誤的那個指導 我們描迫它 動勢動動 佛小攻擊 到隔天的隔日的動搖動動 就那個把臺灣拿下來 閃電站這麼厲害 但是裡面設定的國軍完全都是 像剛才王委員講都是模型兵 他設定的國軍是不會反應的 對 他們的參數是設定這樣 這套軟體的參數很棒 可是你把他兵棋設定成這樣子 我大概一個禮拜可以反攻大陸啦 所以說這個就是用七十美元 然後就可以塑造說這樣的認知作戰效果 去誤導一些有錢人 對 是 剛才說這個什麼想定這個影片 我請問一下 你的中國這個導彈 你今天如果打到新竹科學園區 我問你 那是全世界的災難 你打到臺積電 那全世界的災難 你會打死外國人 那是國際事件 你以為要全部炮 全炮起風 把臺灣打成火海 我問你 有那麼蠢的嗎 范老師 不可能 范老師 那不是這個蠢的問題 你知道 我說一行 你就知道他在黑白燈 你要不要集結啦 你要佔領臺灣嘛 我就說 你要下臺灣 打臺灣 隨時可以啦 但是你要佔領 滅國戰要佔領嘛 你平衡要起來嘛 你就要集結平衡 你知道美國這麼高的集結力量 現在 當時在打沙漠風暴的時候集結多久 要將近一百天 那光一個金小胖 你記不記得前兩年 美國要弄三個航母群去 要集結多久 二十四小時你就可以把中國的軍隊都集結完成 渡海來臺 你當作有一個船可以載三十萬人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就為什麼叫智腦戰 該講認知空間作戰 其實是一種心理作戰 或者是網路作戰 那最近有兩個東西 有一個是從英國媒體《泰晤士報》說 2030年美軍就打不贏中共的海軍了 應該有看到這個新聞 第二個就是這個 這個已經說他分析整個了 我們不能小看解放軍 但是也不要小看我們自己的國軍 萬事要小心 至於《泰晤士報》那是什麼你知道嗎 那個也是這樣子跑了城市之後 美國很誠實的告訴自己 If you do nothing 如果你什麼都不做 二零三零年你在印太地區 你的戰力就會輸給中國 所以結論是什麼 你要do something 結果我就看到一對同派說 好好好 我們偉大的國厲害了 美國海軍又十當就輸給你了 這個大概沒關係你就繼續去高興下去 但現在就是說全世界 包含印太地區的戰力部署都在改變當中 而今天你注意看蔡英文總統就職五二零 是靠阿公的主婢 還是靠我們自己打拼 靠我們自己打拼 再加上國際社會收聽 那個算得出來 所以執政過的當過元首的人心裡面要有良心的 不要自己拿外國的護照 拼命的要把自己兩千三百六十萬人往火坑推 台灣現在是往好的方向走 要持續走下去 好 來這隻美國海軍的P3C環潛機 你用這隻十點左右 以高度兩萬兩千五百 英尺通過了巴士海峽往南海飛去 呼號是Happy Day 那他們的想法是 這叫空中送上了 送上了遙遠的祝福 在這裡巴士海峽往這邊飛 Happy Day P3C環潛機 不過我們有討論過說渤海的演習 長達兩個半裂 還記得嗎 阿公的 很多人說那是沾對台灣來的 不過王宏光這個鷹派的這個少將 他是三天滅台灣 三天滅台灣 他說沒有 這是北京防空圈的演習 他屬於防禦性質 來 我們來看VC 網媒發布登陸演習畫面 還得意洋洋寫下 要讓台灣很焦慮 中國網友自己分析 指出渤海演習是模擬登陸台灣 渤海灣演習地點就在灣內的金塘港 實際看看地圖從金塘港到東北部陸地 之前距離一百九十公里 相當於中國泉州到台中市的距離 但實際演習的距離沒遍及整個渤海灣 只有長二十五公里的扇形區域是實彈演習區 那渤海灣演習跟台海相比 專家認為環境差太多 解放軍選在自家內海的渤海灣 就是不想被美軍等國家偷看 都是動用大型火炮 短程飛彈等武器 屬於防衛軍演 等於針對美國而來 但若動用兩棲登陸艦 野牛登陸艇或是武裝直升機 才是恫喝臺灣 但不管怎麼演 政治意圖很濃厚 在政治意涵上 不管他的科目內容為何 他都希望產生一個政治效應 對臺灣的恐嚇 或者對世界上接觸他的武力等等 中共挑五月四四號進行大規模軍演 五月十八號是WHA大會 五月二十號是我國總統就職典禮 五月二十二號更是中國兩會舉行的日子 對內對外都有恫嚇意義 中共展開長達八十天的軍演 美軍在同一天讓神盾艦通過臺灣海峽 美中處處相對更挑動臺海敏感神經 好 王鴻光本來對臺灣非常強硬 但是他說那是防禦性質 我們再看有一個人 這是中國國防大學教授叫黃冰 近期在微博爆紅 他在廣東的廣播電視台 國際政論節目叫全球零距離裡面 聽聞他們的主持人 戰狼主持人聲稱 中國海軍的硬實力超越美國海軍只是時間的問題 黃冰直接打臉說時間問題 你是一百年還是兩百年 黃冰痛批 如果你說這個時間是一百年兩百年 那真的就是時間的問題 如果你說這個時間是十年二十年 那你就要純粹瞎扯 黃冰接著突破盲場說 他舉例人家美國到底多少條軍艦 多少條多少艘航艦 你中國多少條軍艦多少條航艦 他美國多少多少艘核子潛艇 你才多少艘核子潛艇 這個存量咱們就更不要講了吧 黃冰強調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一再說 我們有些媒體不要打積雪 不要打積雪 不要天天給自己的年輕人打積雪 沒有任何好處的 我不曉得什麼是打積雪 他在煮那個聖山腺宿 給他在那裡送而已 這個內容特別在哪裡 不是他的內容 以前中國 他是中共國防大學的教授 以前講這個話 人下場會多慘 承認自己爛 我打不贏 他之前 剛才講王鴻光 王鴻光以前就講什麼 中間突破穿過中央山脈 南北掃蕩 幾天就來這邊喝茶 可是講渤海灣的時候 你要看那個背景 那一天是五月十四號 就是渤海灣演習的當天 是新加坡的聯合早報 聯合早報先問了一個中共的學者 叫做宋忠平 這也是鷹派的 他說就講到今天 宋忠平講 蔡英文政府五月二十號要就職典禮 台灣的台獨路越走越遠 越走越快 那這一次渤海灣的軍演 包含多軍兵種聯合作戰 兩棲登陸多島 防空反導電子對外 搶一大推 所以你踩到反分裂法的紅線 我們有決心 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宋忠平講的話 就是以前王洪光的調調 就王洪光就趕快發個文說 不對 這個軍演是海陸空聯演 進攻目標是台灣島是錯誤的 這是防禦性質的 他就降溫 加上更之前有一個空軍少將叫橋梁 這些人都退下來的 所以很明顯中共放這些人出來試水溫 我在講下面這句話之前提醒大家 不要小看解放軍 也不要小看中共的狼心 你去小看太大意就容易出危險 所以搭配今天包含蔡英文總統就職典禮 美國龐皮歐國務卿首次發賀電 你知道中國發了三個單位的新聞稿 外交部不意外對美國 他們的國防部國台辦不意外對台灣 他把國防部也拖出來 也講了一堆話 你再看那個話的內容 內容大同小異 也跟過去沒有什麼差別 那一些話 與其說是在下美國下台灣 不如說是對他們自己國內的同胞應付應付 來 范老師 我覺得就為什麼這些退降本來都是鷹派的 現在忽然鴿派起來了 過去吹吹牛可以上電視 可以上媒體 可以賺通告費 現在怕現在直接看到了什麼 這次中國在對付武漢肺炎 整個他這個體制是沒辦法 真正應付戰身的 他怕到最後真的會假 如果真的假戲真作 他們的財產也沒有了 他們現在趕快就說我們不要這個 為什麼美國現在要重返什麼 重返菲律賓的舒比克灣 第二個是越南的金蘭灣 金蘭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海軍基地 我們知道後來越南是把金蘭灣 在冷戰時期是借給蘇聯 後來蘇聯解體之後 這個金蘭灣就是越南來用 現在美國要租用金蘭灣 所以如果美國在用金蘭灣跟舒比克 等於在整個海軍來講 整個南海來講 我認為對中國是非常大的威脅 所以現在中國開始擔心了 因為我們知道鄧蒲方寫了一個公開信 寫了十五點中國的問題 就是批評習近平自大 胡搞 鄧蒲方倒現在有沒有出來否認 沒有 沒有 如果今天不是他寫 他一定要出來否認 表示什麼 在經過這次武漢肺炎看到了 中國看到很多人 大家都身力情境 中國到底情況怎麼樣 大家都很清楚 老百姓對政府不信任 大家認為這個體制是沒辦法應急的 他只能夠不斷遮蓋 不斷遮蓋 因此如果真的擦槍走火 中國可能無法應付 所以我覺得這些退將 大概看到了中國的這個脆弱性 他這個體制的脆弱性 因為我們知道防疫其實也四重作戰 可是如果我們的橫向聯繫都做不好 你怎麼打一場真的戰役 所以我覺得中國這些將領開始保守 是他們看到中國真正的問題 那個牛皮已經吹破了 真的喔 好這個美國動作真的是很多 來跟大家報告 這是美國國務院的發言人 是一個美女嘛 奧特加斯 奧特加斯今天在社群媒體 替臺灣發聲 而且還秀出我們的國旗 並且譴責中國政府打壓的行徑 Morgan Otagus 你看竟然秀我們的國旗 而且這國旗應該是一個口罩 他跟世衛他跟世衛組織放在一起 他用國旗口罩 然後他已經預計中共會氣噗噗的 好 那麼另外呢是今天的新聞 五月二十號的新聞說 美國海軍陸戰隊要在夏威夷成立第一支陸戰隊 冰海團 對 那要幹什麼呢 要以遠征全境 基地作戰作為核心 扮演以路抗海的角色 完成海上拒止任務 這可能跟臺灣有關的 這跟印太地區有關的 他最近在南海也放了海軍陸戰隊做實兵演習 展現實力在南海 就在中國的島礁附近 這樣喔 預計在未來三年內要組建完成這個部隊 未來有望駐紮在關島或者日本 那根據陸戰隊時報的報導 美國陸戰隊的司令叫伯格 他說新的部隊是一支可以在具有爭議性的海域裡面 集成船隻的能力 爭議性海域就對 南海 南海 這個說得很清楚 陸戰隊冰海團有一支戰鬥隊 一支航空營 還有一支後勤營管轄 其中戰鬥隊由一支陸戰隊步兵營 一支陸基長城反艦飛彈組成 預計總兵力介於一千八百至兩千人之間 一般傳統陸戰隊的兵力說是三千四 這個好像小一點 不過顯然他們對南海應該是非常的重視 好 那麼純粹要補充 這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那個 不對稱作戰的美國版 美國的新聞就是說戰略清晰 然後戰法彈性 在南海現在有那個冰海作戰艦 就是拿結面機比較小一種 逆中的那個船艦 那這冰海的陸戰團 他就是以陸至海的觀念 這個作戰的想法 在去年2018 前年2018年的時候出來 就是他要在臺灣周邊宇納國島一直到南海 這個小島的上面可以部署地面部隊可以反制大型的船艦 那輔助美國海軍的航空母艦 現在美國海軍航空母艦雷根號也可能在菲律賓海這邊巡遊 有六艘美國航空母艦重返海面 那這陸戰隊的冰海戰鬥團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以小博大的力量 不過我們在這邊警告中國 對我們的東沙群島 你不要蠢動 你也假的 因為我們韓國瑜要去 我以為是韓國要去了 韓國瑜 那是我們的領土 韓國不能去 對啊 我講中文 不然他怕他聽不懂 韓國瑜那個 本來說太平島挖石油 挖不到 現在可能東沙島 重新去規劃 所以不要亂 立法院國民黨黨團啟動了駐韓計畫 他們內政委員會的召集委員 陳玉貞肩負重任 考慮計畫在下個禮拜安排考察 被化為高雄市轄區的東沙島 讓高雄市長韓國瑜登島宣誓主權 這個笑 我跟你說 國民黨要罷免投票前的最後一個禮拜 因應共軍傳出要在東沙島附近 軍事演習 國民黨團要下猛藥 由陳玉貞安排內政委員會 到東沙島考察 甚至要邀請韓國瑜一同前去宣誓中華民國主權 這個事情非同小可 有陳玉貞我就覺得安心了 為什麼 他絕對是非常猛的 那因為韓國瑜要去東沙 要經過我們這個海巡署的同意 也不是說去就去嘛 那邊是戰地保護 要國防部同意 那我就說陳玉貞 國防部如果敢擋我 我就說中央會擋我 不是不是 陳玉貞如果夠猛 就我們自己滑龍舟過去 我們滑到東沙島去 我們不要坐飛機了 如果喊陳玉貞夠猛就這樣做 因為東沙跟太平島我都去過 基本上我認為那是我們的國土 所以任何人要去宣誓主權 我覺得沒有問題 只是現在有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東沙現在不是主權的問題 是防衛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提高防務 我們要提高我們的防禦力量 有人號稱要演習 雖然我認為那個八月份演習的訊息 不見得是真的 第二個 韓國瑜如果笨到去聽這位 這位假首立委的意見的話 假首立委 我跟你說真的 你從以前到現在什麼時候提過東沙 沒有 而現在面對罷免的時候 高雄市政才是當務之急 你早去東沙島到底是讓高雄人更高興 還是更高興 自己去精算一下 我覺得國家主權不要拿出來玩政治遊戲 宣揚主權都對 平常可以做 但是這個當下東沙跟太平正在敏感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幫助守軍提高防務 這個比較重要 陳委員 我跟你說 含韓市長 我跟你說 那是民進黨的 你也聽他說 我們的音樂 我們的音樂 這個另外是高雄市民政局長曹環榮 涉嫌妨罷函投票 雄檢證實已經分案偵辦 為什麼 他說去投票的 我們要給壓力嘛 對不對 另外李政浩說 罷函同意票會有七十萬 不然他就發假白 要花幾塊 全台灣 一百塊 一百塊 來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 先往 是不是在寄送所謂的反罷函 或是按照局長你寫給市長那裡面說 要針對這一些市政的東西要去加強宣傳 辦公室市長韓國瑜寫出反罷函策略文件 其中市政牌可以換回多少民眾的反罷函力道 第一點就寫市政成績如何有效宣傳 我收到一個護政事務所的同仁 傳出來的求救的訊號 他說市政府現在韓市長下令 預計要對家家戶戶 要來寄送相關的市政宣傳品 議員爆料護政事務所公務員 接獲市府準備調家戶資料 寄政機文宣 擔心人禍上升 議員直接幫忙檢舉 市政宣傳資料 我們認為甚至是 反對罷免的這些宣傳資料 要給高雄市市民 你剛剛這樣適合嗎 這個市政的績效也要讓我們到北京知道 這個也是合理的 市府官員堅持宣傳市政成績沒有問題 家戶可能強迫中假 議員服務處先收到 乍看之下一模一樣兩本小冊子 其實來自不同之處 封面寫與市民有約 由市府新聞局製作一萬兩千本 花了九萬六千元 要提供給民政局 議員服務處換市府各局處 高雄市沿討會則印製五千本 費用花了三萬七千五百元 傳出最應該清楚市政成績的 府內首長和市府部位 通通在宣傳行列中 不過兩本小冊子內容沒通 翻開兩個局處市政宣傳文宣 拆除立體設施縫合空間標題 甚至一模一樣 沒有一個正式的成績 提出計畫把他當作正績來宣傳 我認為這整篇通篇就是一個沒有用的資訊 只是他在為罷免減壓的一個花費而已 韓國瑜口中的市府自相師幫忙 以出返罷害策略 似乎也成了市府遵循指南 跟大家報告 我們今天再度零確診 好消息 那麼全世界疫情 確診人數已經快破五百萬 現在來到四百九十八萬 一天增加了九萬四千八 其實我覺得好像全世界又增加 確診數 另外死亡是三十二萬四千人 累計今天一天死亡四千五百八十九人 最嚴重的美國來到一百五十七萬人確診 一天增加兩萬零兩百八十九 死亡一天增加一千五百五十二 累計的死亡九萬三千五百三十三 第二名是俄羅斯 我看俄羅斯明天就破三十萬了 那第三名是西班牙 第四名是巴西 台灣在全世界排第一百三十 今天零確診 四百四十個確診病例 七個人死亡 我們的防疫成績真的是世界稱讚 那麼談到罷寒 我們現在要先來連線 這個給人在高雄的時代力量的市議員黃傑 黃議員你好 哈囉 大家好 好 我看到你今天那天有質詢他 你那時候看他的表現怎麼樣 只能說有始有終吧 始終如一 就是我兩天都有質詢嘛 第一天他還是一樣 答不出來 然後就轉分機 那第二天就是繼續用這種拖延的方式 即是快沒時間了 他就開始感謝東感謝西 其實說他要先大力的稱讚這個議員 然後稱讚完就時間就到了 所以從頭到尾其實也都沒有 沒有真正的回答到問題啦 就是大家發現說 哇 韓總機還是韓總機這樣子 據說他正在動員 動員里長 有聽說嗎 有欸 這個其實 分幾個 幾件事來說啦 因為今天聽到的是說 他用組一個口說的部隊 要來在社區裡面打組織戰嘛 那可其實從當初說阻礙投票 投開票所這件事情就已經開始了 那時候我們地方上就已經有很多的議員里長 只要他是泛藍的 他是青藍的 這些議員里長就開始說 什麼投開票所不借 然後一個一個 他們親自去跟這些單位來說 不要出借 那甚至到今天有一位議員 邱俊憲議員他也質詢說 現在民政局他們要發一封 給互長的一封信 然後要來統計互政的資料 來打這個人名公事 使用這個人情牌 叫大家不要出來投票 就是其實他內容就是要講 強調市長的政績啦 做得多辛苦 多累 多好 怎麼會這個時候要出來罷韓 那其實這個其實 從韓國瑜叫大家不要出來投票 然後他道歉開始 就是空戰跟陸戰的組織 就是非常密集的動起來了 包括說他這個穿雲件 一射出去地方就開始騷動了嘛 因為包括說最近也越來越多 韓粉揚言要出來監票 這個當然就是一種監視的行為啦 那其實我這邊也收到的是 很多公務員來跟我們訴苦說 怎麼辦 現在社會的氛圍這樣子 他們其實壓力很大 會真的 即便本來要出來投票 他們現在都有點不敢投 怕被秋後算賬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因為現在整個社會 他這樣一叫大家不要出來投票 讓大家知道站出來的人有壓力 那真的其實還蠻多軍公教會有壓力的 那地方上還有很多的謠言啦 包括說今天也有中選會出來 嚴正的抗議 甚至有一位國民黨的議員 在今天質詢的時候出來說 有接到說地方的罷韓的團體 在進行會選的工作 那當然這個也是無端的指控 他也沒有任何的事實 只是這樣子的謠言真的是 在地方上已經造成非常大的恐慌 我覺得非常可怕 現在高雄市的狀況非常混亂 所以希望說即便大家當天要出來投票 一定都還是要有決心啦 然後希望說市府不要再利用行政機器 然後整個市府動起來之後 造成我們整個高雄市的人心惶惶這樣子 是 你爸爸媽媽是韓粉嗎 他們是支持國民黨支持者 也是韓市長支持者沒錯 那你會去投罷免票嗎 我當然會啊 因為我就是當然要 我的意向沒有問題嘛 只是說當天也會有很多媒體來拍 所以不管我是多低調去投票 相信我爸媽都會知道 每個人政治立場不同 大家就彼此尊重就好 不要說用謾罵的 然後把什麼身份證藏起來 或是要鬧家庭革命 然後甚至搞到說我們現在地方上 社區只要是 立場不同的都變得越來越對立 這樣不是一種愛與包容的氛圍 那你覺得罷免會過關嗎 當然是樂觀其成啊 然後希望說大家不要害怕 就是我們做對的事做合法的事 都努力的站出來就對了 不然這樣子一旦罷免沒有過 我們高雄人的痛苦會是非常長久的 那有人跟你反映說他真的會害怕 不敢去投票嗎 是啊有啊有啊很多 就是包括說當韓市長這樣子講 然後民政局長曹環蓉說 要讓大家知道說站出來的人有壓力 那這些本來是有公務身份的人 就特別會有壓力 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這我們現在這個局長跟市長做了非常不好的示範 他們帶頭行政部中立造成我們基層的公務員的恐慌 好 黃姐黃議員多謝你 謝謝 謝謝好來這個剛剛黃議員就提到了曹黃榮 高雄市民政局的局長 因為他有說大家六月六我們不要去投票 一起守護高雄 然後不投票 但是一定要去監票 讓站出來的人有壓力 站出來去投票就是要罷函 讓這些罷函的人站出來有壓力 那麼高雄地點署證實已經分案偵辦 我想請教一下委員 這是不是緩緩 當然緩緩 而且是刑法 刑法的一百四十七條 妨礙投票罪是關兩年 我曹黃榮有可能是犯罪 而且他是民政局局長 他還是公務人員 我現在講 我剛才聽黃楊姐講 我其實有點難過 就是說 在臺灣走過了二三十年 投票什麼時候帶著壓力 投票支持誰不支持誰 懷疑投票嘛 孫贏再來四年一次 罷免也是一樣 可是你看現在高雄行塑城 投票有心理壓力 所以我要向高雄的鄉親說 第一個 要讓你們有壓力的民政局長 已經地檢處依法在查辦了 對 這是違法的 也希望高雄市的高階的公務人員 你的老闆是納稅人 你的老闆不是票選的首長 如果你用差別的行政待遇 去騷擾商家 去阻撓投票 去刑塑壓力 不要以為法律不存在 我們也希望高雄地點署 這個要素辦 給他一個交代 這個一定要辦 怎麼會一個民政局局長講 這個罷免不管怎麼講 他是個合法的 國民黨真的會放縱這種這種政務官 這樣子亂搞嗎 江一話前行政院長 大家都瞎了眼睛了嗎 你們要縱容國民黨墮落到這種程度 投票出來要讓他有壓力 妨礙投票 這是要幹嘛 國民黨要真的要這樣的自毀前程嗎 你可以輸掉一個高雄市 而且民政局長很知道法律 對啊 你輸一個 你可以輸一次 但你不要輸一輩子 其實剛剛我要講一下 就黃潔那個那種狀況 很多韓粉家庭 真的已經是受夠了啦 你有機會上去點 看一個網站 有些家庭真的很北派 那個叫韓粉父母無助會 裡面有一個故事 一個家庭兩個父母跟五個小孩子 就因為那個小孩子沒有 沒有挺韓國瑜 爸爸一巴掌把老大打下去 老大很大 結婚啊 搞到五個小孩子 老大 老二 老三 全部都把連帶著兩個弟弟 離開家裡 父母說跟他斷結 斷結往來 值得嗎 只因為他沒有支持韓國瑜 你就要說你這些小孩子是一四五零嗎 你知道那一篇故事 一萬個人看 兩千一百六十七次分享 類似這種韓粉父母無助的故事 在裡面好多 醒一醒吧 我補充一下 你們都是看到我有遇到 我學生好幾個來 就是從上次總統大選 就來問我說我爸爸媽媽是韓粉怎麼辦 然後回去怎麼勸告他 然後也包括在高雄的 這是我自己的學生 那還有一個是比較嚴重的 然後他現在剛畢業 我都還可以告訴你 我遇到好幾個 他是說他爸爸媽媽一都要看某電台 然後他就是只看某份報紙 然後一直說一定要投給他 然後他 他後來他就說你以後就要當小英當選的時候 他就說你以後一定要去中國留學 你不可以在臺灣研究所 因為臺灣沒有希望 然後他媽媽還威脅他 我都可以跟你講 他講什麼內容 他說因為那個都在網路上看到的 所以那個人 那些人真的是在同文層裡面的網站 他竟然跟小孩說 現在我們 既然你們都投給蔡英文 投給民進黨 我也不用留財產給你們了 你們都沒有希望了 我也不用留財產給你們了 你們都沒有希望了 我本來以為 沒他宅財要撈什麼 對 我本來以為說 那個只是網路上那些群組自己取暖 故意威脅 沒想到那個選完 那個家長真的說 我看我以後也不要留給你們了 你們盡量可以投給小英 可以給他當選 你們這一代已經沒希望了 但是我之前有看過 網路上這樣講 沒想到那個還真的有家長 跟小孩這樣講 他跟我講說是這樣 我還勸他說 不會啦 父母的感情 跟子女還是最親的 他只是在暫時氣頭上 我覺得說很多這種事情 真的不要撕裂這件事情 我昨天去撿頭髮 那個小姐 他父親 母親都是超級寒粉 然後每天就看中天 然後他們就認為 他們就說蔡英文的8178 是坐票做出來的 坐票 對 他們到現在還相信 然後他們還認為說 這個武漢肺炎 真正相信是美國大兵帶來的 源頭在美國 美國到中國來放毒 就是你怎麼辦呢 我覺得那個韓粉 我覺得這個韓粉族群 很適合我們未來來寫一個 碩士論文 因為它太經典了 中文的題目叫平行時空 對 平行時空 我真的覺得他已經變成一種類宗教 就是他活在他們的那個群組 我們還是要呼籲一下 我覺得可以監票 但是不用去監視 甚至給人家壓力 這是不對的 選舉也不會只有這一次 那個曹局長按照媒體的報導 其實他好像是跟某一個里長 在這邊LINE 那我一說他並沒有去落實 譬如說發文給